各位提醒大家注意了 通常我们跟朋友相约吃饭 大家第一个动作就是 看到食物先拍掉 然后打卡 但提醒您 现在全世界很多餐厅都觉得很困扰 特别是高档餐厅 因为这每一道料理 可能都是花非常长的时间 创作出来的作品 于是德国最近修法了 把食物纳入著作权的保护范围 也就是为了您到德国的餐厅 任意拍美食照 可能会出发 食物上桌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拿出手机对焦拍照打卡 几乎是所有人的标准流程 甚至还有人教学怎么拍出美照 不过这些行为 现在可能都会出发了 德国通过的最新著作权法当中 其中特别包含了食物类 这个项目就是针对高档餐厅 电影当中常有米其林餐厅主厨 精心雕琢摆盘的画面 这些食物都是他们的作品 未来也会受到著作权保护 事实上早就有餐厅 受不了客人狂拍照 位在纽约这间日本餐厅 福桃子就已经禁止拍照 不过这间餐厅更狠 托克维尔餐厅直接用钢板来阻挡手机讯号 即便这样还是没有影响高人气 其实美食家布洛克也常在处罚边缘 因为他们也很爱拍照上船 面对满桌的美食 未来可能先得把手机收起来 用心品尝就好 记者旅立综合报道